然后这里讲了三个用香膏高耶稣的女人 让大家分辨到这三个女人有什么分别 第一个就是有罪的女人 《勞加福音7章36-50》 这个女人她就哭了 她就是因为她的罪而哭 或者因为耶稣赦免她的罪而哭 又亲耶稣的脚 然后打这个肉瓶香膏高耶稣的脚 那些发尼唱人就说 耶稣你知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罪 是什么人来的 就是他的心里面这样想 耶稣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耶稣就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多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你这样看那个句子就好像说 因为他爱多所以他的罪赦免很多 其实这个因为是可以是一个 就是他很多的罪赦免了 所以他的爱多 因为他的爱多是令到他对神的回应 就是因为他的罪赦免很多 所以他会这么感激神 所以他的证明是因为他的爱多 他对耶稣的爱多 因为他的罪赦免多了 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26章6至13节 这个女人是没有说到是谁 而这个女人的特色 为什么不是马里亚 是因为他高耶稣的头 耶稣就有说 他说普天日全福音都要述说他所做的 所以这个就不是马里亚 就是马里亚 约翰12章1到2节就在八大离 有人为耶稣预备延迟 马里亚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 高耶稣的脚又用头发擦干 犹大就说为什么浪费这些钱 耶稣就说这个是安葬而设的 这三个女人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